挑战10分钟从这个迷宫里面出来 出不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粉丝说了算 点赞最高的那个 接受挑战 怎么样 可以 大家来规定我们的惩罚 评论区点赞最高的那一条方位 接受惩罚 宝宝 爸爸要去走迷宫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 吃柠檬 你儿子想看我吃柠檬 计时开始 走 10分钟我还出不来 哪边是入口 那边是入口 那边 对 我们走这边 不对 我们走这边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迷宫都是有套路的 你看 这不就出来了吗 诶 这是故意的是吧 一分钟了 一分钟了呀 坑爹的吧 这么快 等我走出去了 我再告诉大家方法 绕来绕去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 就走过一个迷宫 在赤壁 当时那个迷宫真的好难走 就是走不出来 嘿 怎么是个死路啊 回去 这上面算不算 哇 原来这个迷宫这么大呀 我的妈呀 那出口在哪里呢 我要两分钟了 两分钟了 快起来 好 我会加油的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方伟到目前为止 所有走的路线 都是根据一条规则 这条规则就是摸着墙走 加油 哎呦 我怎么感觉绕来绕去的 我一直都是右手边摸着这面墙走的 一直摸着这个墙走 就能够找到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迷宫里面 不管怎么变 你的墙不会变吧 哎 怎么又跑阵来了 啊 死胡同 没事 我再继续挨着这个墙走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进去 就这个方法 可能就是会走一些弯路而已 这跑哪来了呀 真的好热呀 继续 里面有很多小伙伴被困住了 出不去 穿过来 好 应该快出去了 哎呀 好热呀 真的 这谁发明的迷宫 脸莫复杂 比诸葛亮的八卦镇差远了 哎呀我的妈 还有蜘蛛网 继续往前走 下来 我觉得出口快到了 是不是这里 为什么还没到出口呢 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这哪儿啊 还有两分钟啊 好 我走到这里来了 这块门被人锁住了 我想想 出口在那里 我知道了 从这里 快到了 快到了 我知道有点肉 但是没错 就是这里 时间到了吗 到了 我出来了 我从这边出来的 我不用吃柠檬了 多少 用了九分钟 九分五十几秒啊 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你没有做任务 我就是找出口嘛 里面有很多任务 可以藏宝 可以找宝藏 其实所有的迷宫 都有一个套路 就是摸着墙走 摸着墙走 你想想嘛 你画的是墙 那个墙 你始终走一圈 只要这个墙 它是一个整体 你就能回到墙的原点 这个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 你们学会了吗 好有道理啊 就是没听懂 方伟挑战成功 不需要受惩罚了吧 奖励你吃个柠檬 你恨不恨丈夫 小星星 爸爸挑战成功了 怎么办 你说奖励吃柠檬 奖励不吃柠檬 我们这一季的迷宫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没有技巧的小伙伴 可能真的会在里面 困很长时间 如果要找到捷径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给的经验 你说什么 你真棒 不客气 还好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